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术很成功 可做完公共迟迟醒不过来 偶尔睁开眼皮 看下周围 又沉沉睡去 大夫说是麻醉药的作用 在普通病房观察了一天 夜里公共病情突然恶化 出现了肺部感染 无奈又被紧急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而重症监护室的一天费用就要一万块钱 这让捉襟见肘的我们着实犯了难 公婆都是乡下人 没有退休金 手里的两三万积蓄早就花没了 我和吕国栋工资也不高 根本填不上这个无底洞 迫于无奈 我们只好厚着脸皮 又向亲朋好友开了口 可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事 这天婆婆说 她听说有个老乡也是得了癌 儿子把县城里的房子抵押 出去带了款 给她治病 要不闲闲 咱也把你们的婚房抵押出去带个款吧 婆婆试探地说着 什么 我一个居领 实在没想到婆婆会把主意打到这套房子上来 婚房是我家买的 但买房的钱却是我爸用命换来的 四年前我爸在工地不小心从高处落下来 被架子砸中 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了心跳 我家和工地承包单位 打了多半年的官司 最后那边赚了六十多万 这事儿才画上了句号 我是家里的独女 我妈让我拿这个钱去县里买套房子 算是我爸留给我的念想 那时的房价还没有贵到离谱 全款买一套也是绰绰有余 当时我和吕国栋正在谈恋爱 他家条件一般 指望他们买房一时半会儿都没有戏 就这样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套房 也就是我们的婚房 说实话有了这套房子 我总感觉爸爸的大手在庇护着我 心里确实是很踏实 可眼下为了给公共治病 婆婆公然让我把房抵押出去贷款 我有些犯难 再看吕国栋 先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瞬间又低下头 陷入沉思 他也无可奈何 我说考虑一下 婆婆却说不能脱 再交不上费 公共就不能留在医院 人说没就没了 看着气不成声的婆婆 还有低头不语的吕国栋 我内心纠结成一团 不是我见死不救 实在是像我妈说的 房子是爸爸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如果抵押出去 等于把念想也断了 况且公共还会昏迷多久 谁都不得而知 如果贷了款 钱还不够 到时候又该怎么办 可如果不贷款 接下来的花费要怎么解决 公共入院以来 我们能把借的人都借了 俗话说 救急不救穷 我们也不能总去张口借 极大的恐慌和不安包围了我 我借口和我妈商量了一下 从医院出来直接就回了娘家 到家我就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了我妈 短暂的沉默后 我妈突然跟我说 去抵押吧 贤贤 钱是死的 人却是活的 钱没了可以再挣 人没了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看看你爸 说着擦了把眼泪 退一步讲 就算公共没往好的方向发展 好在我们已经尽力了 问心无愧 活得也坦荡 想来我妈活了大半辈子比我通透 一番交谈下来 我轻松了很多 准备第二天就跟婆婆说明白 不料第二天一大早 接到吕国栋的电话 公共去世了 顾不上多问 我急匆匆地赶到医院 婆婆哭得是尚且不接下气 见到我就狠狠地骂着 倒是因为你 不然你爸也不会死 我惶恐 忙上前问吕国栋 他的眼神里多了一份冷漠 让我不寒而栗 我爸昨天晚上自己拔了呼吸机 说着哽咽了 拿出一张单子 上面胡乱着写着几个字 不要贷款 原来婆婆昨天下午探视 在公共耳边说 我们就是贷款也要给你治病 公共半昏迷 情绪一下子就变得不稳定 带着呼吸机没有办法说话 便使劲捶打着病床 护士忙过来给他打了镇定计 晚上公共再次醒来 示意护士拿一张纸 扭扭歪歪写下了这几个字 婆婆和吕国栋看了这纸条 只是简单地认为公共舍不得花钱 没想到半夜他自己 却拔掉了呼吸机 听完我整个人都慌了 婆婆嚎啕大哭 边哭边骂我没有良心 吕国栋冷着一张脸默默地流着泪 我知道他心里怨 一夜间我成了他们家的大罪人 国栋 我 我满眼含着泪 像个犯错误的孩子 轻声叫着 我爸生前挺疼你的 你去看他最后一眼吧 看完先回娘家吧 吕国栋声音颤抖着 听起来凄凉又绝望 其实我 我是来告诉你 我同意把房子抵出去 你少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 昨天你怎么不答应 现在人都死了 说漂亮话给谁听呢 娶你这样的媳妇真是瞎了眼 婆婆大吼道 那一刻我心如刀绞 公公向来与人为善 自从我嫁进门 总是闺女长闺女短的 对于她的死 我也悲痛万分 公公既然拔掉呼吸机 显然是不想给我们添富胆 但眼下人没了 多说无意 婆婆把我当成了 害死公公的罪魁祸首 即便这样作为儿媳妇 我有义务给公公 披麻戴笑 可眼下如果强行戴下去 只能是自讨没趣 看了公公最后一眼 我准备先离开 可突然胃里 一阵翻江倒海 跑到卫生间 狠狠地吐了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总是恶心 难道是 我下楼去挂了妇科号 抽血咽尿 等了一个多小时 结果出来了 真的怀孕了 喜出望外的同时 我又有些措手不及 公公刚去世 婆婆母子又恨着我 这时候查出怀孕 还真不是时候 我决定先不说出去 给吕国栋去了电话 知道他们 已经回到家忙活后事 他还特意说明 这两天先不要打电话了 他们心里有怨 找不到宣谢的出口 只好拿房的事来撒气 不过眼下不是支气的时候 收好单子 我打车直接去了婆婆家 家里里里外外都挂上了白色的漫章 婆婆看见我黑着一张脸 咬牙切齿地问 你来干什么 妈我 人死了 这下你高兴了吧 这样就不用你抵押房子了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早知道这样 就应该听你大妈的 妈 你少说两句吧 吕国栋一声怒吼 打断了婆婆的话 你爸都没了 我今天偏要说 你俩搞对象时 你大妈就说过 柳贤贤犯相 四年前 他爸不就出事没了吗 现在又是你爸 还真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妈 够了 吕国栋使劲地拽着婆婆 往屋子里面拉 不料婆婆像疯了一样 上去就给了吕国栋一口 疼得他 阿呜一声 松开了手 婆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大哭了起来 我们家真是造了什么孽了 去了这么一个克星 克了他妈克公公 婆婆的哭声把前来帮忙的亲朋邻居都吸引了过来 你还不快走 吕国栋冲我怒吼一声 我顿时只觉得脑袋发昏 脚下不稳直直躺了下去 等我醒来时 正躺在婆婆家的小卧室 周围围了很多人 这时邻居李阿姨开了口 嫌嫌你怀孕了知道吗 李阿姨是个大夫 在村里的诊所上班 见我晕倒替我把了脉 知道了我怀孕的是 我会晕倒 是因为这几天睡眠不足 加上孕前岂有反应造成的 好在没大碍 我也是今天刚查出来的 我便伸手从兜里掏出了检查单 这个孩子不能要 婆婆静止地走了过来 见张跋扈道 为啥 我蹭地一下坐了起来 你说为啥 这我明摆着呢吗 你爸前脚刚没 你就怀孕了 这是个鬼胎 命硬 剩下来和你一样客人 婆婆黑着一张脸 句句戳我的心窝子 人群里开始沸腾起来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我满肚子委屈 确确地流着泪 婆婆也不知道 哪来的歪理邪说 愣是把一切巧合说得像真的 妈 我爸尸骨胃寒 你就少说几句吧 吕国栋起求道 接着去散开人群 闲闲 你把孩子打了吧 他来的不是时候 连你也相信我磕死了你爸 这孩子是个鬼胎 我颤颤颤巍巍巍的问 我问你 如果有一天你妈病了需要用钱 我恰好有套房 你想让我去抵押去贷款 我说考虑一下 你会怎么想 如果我还没有考虑好 你妈就没了 你又会怎么想 吕国栋突然变得很激动 用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如梗在喉 一个字也答不上来 这个结果眼上你怀孕了 我虽然不信我妈说的 但我没有办法接受 现在你懂了吗 说完 他起身就要走 你可以怪我 可孩子是无辜的 你就忍心吗 我终于按耐不住 使劲锤打着床铺 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吕国栋站住了脚 停住了几分钟 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而我就像掉进了冰窟窿 瞬间冷得心尖都颤 明明我都已经决定抵押房子了 公共的死只是个意外 为什么到头来 黑锅却要让我和腹中的孩子去背呢 门外响起了唢呐声 很应景 听得我心碎了一地 我颤颤巍巍地下了床 苦笑了一声 好 我是克星 我走 孩子是克星 我养 从此与你们无关 开始婆婆骂我是克星 吕国栋还刻意地去阻止 我还心从幻想 可在她说出打孩子的那一刻 我已经心如死灰 离开前 我看了一眼吕国栋 眼睛在我身上短暂停留后 她扭身去了别处 全然不顾有孕在身 刚从昏迷中醒来的我 我的心透骨得凉 回到娘家 我抱着我妈痛哭一痛 听到婆婆说我怀的是鬼胎 我妈也急了 稍微有点科学意识的人都知道 这根本就是一个恨我入骨的借口 可千错万错 罪行也不该让一个未出事的孩子去承担 既然这样 那个家不回也罢 我妈劝我安心养胎 一正言辞地说会帮着我一起抚养孩子 一个星期后我回了婚房一次 进门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屋子里乱七八糟 全是被翻过洞过的痕迹 难道进贼了 可定睛一看我的东西都还在 只是吕国栋的东西都不翼而飞 他搬走了 心里仅存的一丝幻想随之破灭 我摊坐在沙发上 开始嚎啕大哭 为这些日子的委屈 也为这段婚姻的结束 我和吕国栋不存在经济纠纷 离婚办得很快 拿正的那天他盯着我的肚子 冷冷地问了一句 孩子打了没 不知怎么我开始大笑 疯狂地笑 笑着笑着就流出了泪 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他 这与他无关 年底我生下了儿子 正式生机为一名单亲妈妈 儿子五个月的时候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陈昊 他也结过婚 不过妻子三年前 因为乳腺癌去世了 据说走的时候 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说到动情处 这个大男人 居然当着我的面 磨起了眼泪 男儿有泪不轻痰 可他落泪 不但没有让我反感 反而更让我心动 因为他重情意 我把我自己的经历 如实地告诉了陈昊 他听完很震惊 本来我爸和公公的死 都只是意外 没想到我却因此被污蔑 还离了婚 对我儿子 陈昊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每天变着法的 给他买东西 只要他一来 我和我妈就靠边站 孩子总是生个小手 求抱抱 结过婚的人 都很现实 不喜欢拐弯抹角 出了两个月后 陈昊向我求了婚 可我始终顾不去 心里的那道卡 陈昊说 如果我是克星 那他也好不到哪里去 前妻还不是被他给克死了 两个克星在一起 没有胜负 只有刚刚好 关于抵押婚房贷款一事 陈昊更是不屑一顾 他说这只是人之常情 这么大的事 就算是自家的房子 还要考虑三分 更何况 是我爸命前买的房子呢 听着他轻描带写的解释 我泪如雨下 好一个人之常情 在别人看来 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却成了婆婆母子 扼杀我和孩子的借口 我虽痛心疾首 却不再犹豫 答应了陈昊的求婚 婚后不久 一个周末的早晨 接到我妈的电话 叫我赶紧回去一趟 到了家发现婆婆来了 看到陈昊 婆婆轻蔑一笑 小伙子 别怪大妈没提醒 这女人啊 是个克星 哦 我最不怕了 因为我比她还狠 前不久刚克死了前妻 你们 婆婆低头 注意到我怀里的孩子 哟 还下咋了 看不出柳贤县 你还挺浪啊 大妈 不管你们以前 是什么关系 现在柳贤县 是我老婆 我不允许任何人 轻薄她 你再不走 我可报警了 陈昊怒吼着 下了逐客令 这时 吴国栋 匆匆地跑了过来 上气不接下气 妈 你来这胡闹什么 你说我胡闹什么 要不是柳贤县 你至于娶不上媳妇吗 她倒好 专业又嫁人了 我就是气不过 说话间 陈昊早已没有了耐心 报了警 警察赶来进门一惊 怎么又是你 原来前些日子 婆婆去隔壁村一个姑娘家大闹 原因是 姑娘和吕国栋定了亲 可听说 婆婆之前 逼着儿媳妇打胎 姑娘临时改了主意 不嫁了 我突然想起来 当天正在给公公办丧事 婆婆当着众人的面 让我把孩子打掉 这事已经传遍了十里八村 因为这事 吕国栋相亲 屡屡受挫 眼看着到嘴的鸭子飞了 婆婆气不过 上门去讨说法 姑娘家报了警 没过多少日子 警察居然在我家 又看到了婆婆 太那么戏剧性了 刚才婆婆还愤愤不平 见到警察 马上就成了捏茄子 走之前 吕国栋看了一眼孩子 刚要张口 陈浩一句 还不走 让他到嘴边的话 尬然而止 原本以为 再次见到吕国栋 我的内心 定会掀起千层浪 没想到 不过是一潭死水 尤其他张口 想问孩子的那一刻 我反而很坦然 我终于明白 有些人有些事 真的过去了 孩子从此只姓陈 有爸有妈 有姥姥 而我也该忘了痛楚 忘了恨 和陈浩 齐头并肩过好 我们自己的小日子 因为我们才是一家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